歡迎收看明朝時尚 今天艾琳來到了一個 看起來是一個花園祕境一樣 是的 它隱藏在巷弄之中 沒有錯 它可以說是一個花園 但是你知道近年來 大家都在流行在室內 放置一些乾燥花 乾燥花其實又名叫做永生花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乾燥花它既療癒 而且它是很有自己的一些溫度 跟自己的一些風型 今天在這一個建築物當中 融合了很多的復古風情在其中 那今年艾琳除了要品嘗美食 也要學花藝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 我們的秘密花園 今天我們來到這一個 非常有氛圍的一個空間裡頭 我們訪問到的當然就是 我們的花藝老師 同時也是老闆就是莉莉 妳好 妳好 可不可以幫我們這個說明一下 因為其實看到你覺得非常的年輕 然後很有個性很有風格 那可不可以講一下 當初怎麼會想到 以花藝以及跟這個所謂的餐點 然後還有這個飲料做一個結合 因為我以前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花店 那工作了一兩年以後 就想要學其他的東西 所以我有去咖啡廳 也有去酒吧 也有去餐廳 然後工作過 後來因緣機會下 就是看到這個店面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要來利用一下空間 所以我們就把一樓 就是變成咖啡廳分享給大家 在今天這個空間裡頭 我看到很多的是乾燥花 那剛才莉講到說 妳是在一個花藝的店 那這個花藝店 應該是新鮮的花吧 對 其實早期的時候 我們學的當然是鮮花 那因為其實在台灣天氣太熱了 鮮花很容易會損壞 是 那想要避免這樣子的耗材 就是看了會很心疼 所以我想說 那我們就來用乾燥花吧 所以就會有現在的 很多的乾燥花做不治 其實乾燥花 我相信很多的觀眾朋友都會發現 近年來已經變成一個趨勢了 很多的人覺得說乾燥花 它就是一種永生花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運用了這樣子的乾燥花 我們也打造出了一些 不同的所謂的態度 跟個性跟風格 那當然我想這一棟樓 自己本身它是一個舊宅 那在每一層樓 我看到莉也運用了 不同的設計風格 去把它帶出 他自己的一些個性跟它的溫度 所以是不是講一下 當初怎麼去分割這樣子的一個設計概念 因為其實我們原先有在伊甸 那伊甸它比較小 那我們主要是做以花藝課程為主 那後來因為學生慢慢的多了 所以就找到這個地方比較大 那我們就搬過來 那二樓是我們的工作室 然後三樓是我們的教室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用不同的一些主題 來打造這樣子的空間 但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名字也很特別 黑鸞 黑鸞 聽起來我覺得跟你的風格 我覺得很搭軌 但是它跟花有關係嗎 鸞我查了一下 因為中文造詣沒有那麼好 所以鸞 我們知道像鸞尾花 它是鸞對不對 但是黑鸞跟花 就感覺到就是 有一點點難去連結 對 因為其實我是 我的生活是沒有什麼太多的色彩 我都是穿黑色的衣服 那我也很喜歡黑色 尤其是黑色的鸞尾花 像你剛剛說的 那後來我想說 那就叫黑鸞好了 那這兩個字我上網查了一下 原來是台灣的一個原生的老鷹 對 那就希望說 大家其實來這邊 不管是工作 或者在這邊工作 都希望可以像老鷹一樣 有很好的發展 其實我們會發現 李他自己本身 我覺得很有想法 那剛才提到黑色 其實是沒有什麼色彩 但是相對而言 是曾經說過 其實黑與白 其實它裡頭是最多色彩 融合在一起的 就是透過這兩個最簡單的顏色 它卻包含了 所有的色彩的物其中 我今天比較好奇的是 這個空間 我覺得已經很有個性 很有它的味道 然後在每一個角度當中 我覺得都有一些 這個所謂不一樣的故事 跟角度去欣賞 那當然它的餐點 我相信應該也是相當叛逆 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的Lee 今天打造了什麼樣的菜色 我們的餐點其實是以 比較溫馨親切 不是很冷漠的 所以一點都不叛逆嗎 我都已經感覺到 我今天用叛逆的心情來欣賞 對 真的嗎 像我們的鹹食 它是三種菇的帕尼尼 還有... OK 對,今天有香菇、蘑菇跟杏鮑菇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在這一層當中 有許多豐富的菇類 所以其實像這邊的話 就是屬於比較偏素食嗎 對,我們店裡面的肉食比較少 大部分都是比較偏健康自然的 那裡面也有一些香料 是我們在戶外有自己種的 所以是自己的一些 就是頂綠色的 這所謂的小花園當中所營造出來的 這個蛋呢 我看你好像也加入了一些香料在裡面 有,我們有加意大利香料 還有鮮奶油製作 然後最上面 我們有放自己種的薄荷葉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綠色 就是他們自己種植的薄荷葉 那當然沙拉 我覺得也是走比較清爽 所以它應該是 意大利油醋囉 對,油醋醬 非常的爽口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像莉主說的 比較純自然、天然 然後又健康的取向 那這個是我們的香料是不是 對,這是我們的玫瑰香料 我們是用新鮮的玫瑰 然後去熬煮 所以它的玫瑰味是很清香的 沒有加任何化學的香精 非常的濃郁 那這個白白的香料 白白的也是用那個玫瑰醬 要去製作的鮮奶油 哇,非常爽口 很軟的感覺 真的玫瑰的香味非常的濃郁 好吃喔 這是我們的玫果奶酥 那也是去用新鮮的冷凍水果 去製作的 很好吃耶 所以你們是有特別甜點師傅嗎 有,我們有特別請甜點師傅 幫我們製作 哇,而且我發現你在擺盤上 也把它當作一個花藝在呈現 所以我覺得其實像這個 也有這種豐收的這種感覺 對 所以像你的器皿也是特別去找的嗎 對,因為我們有很多的花材 我會去日本帶 那我會順便的採買 想說有沒有什麼漂亮啊 或適合的花器跟器皿 石器都會 對,像這一壺茶 也是相當的特別 那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是什麼茶 我覺得光是它的這個器皿呢 我覺得就有一種 不一樣的味道跟感覺 可以看到像它這個茶壺 然後再來它放了這一朵花 這紫色的花是什麼花 康乃欣 康乃欣啊 對 它是美國聚合大康乃欣 哇 不會是因為媽媽來了 所以你今天特別有康乃欣 不,因為我第一次看到紫色的 這個康乃欣 而且這麼大的果,很美耶 我們平常都會放一些 當天可用的花材在旁邊 給大家欣賞 這是什麼茶 西藏蜜鏡 西藏蜜鏡 西藏的茶這麼的香 它有一種蜜的味道 蜜香在裡頭 對,他們是用西藏的一些果實 然後帶回法國烘焙的 所以它有一些 很少會品嘗到的一個香料的味道 對,所以它有一種異國情懷在裡面 那這個呢 這個是哈馬綠茶 哈馬綠茶是來自於哪裡啊 是一個法國的精品茶 對 它也有一種非常爽口 而且很適合夏天 像這種有咖啡因嗎 其實自然的茶多少會有一點點 但是不多 對,但是真的不多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空間裡 除了在視覺上 我可以感覺到是 這個非常多的植物 非常的天然 而且在我們的味蕾上面 品味到很多的天然跟健康 而且就在你生活周遭裡頭 可以找得到的一些食材 就注入在我們的 不管是簡單的午餐 或者是午茶當中 真的是很特別 而且有很多很特別的 這個所謂的茶品類 讓你這個品味到異果的 風景 不過接下來呢 既然來到花藝教室 就必須要有一些手作 所以今天呢 艾玲也要 一起下場來做手作 來到花藝咖啡館 一定要體驗手作花藝課 主持人艾玲手作花藝初體驗 將有什麼精彩的作品 呈現給大家呢 下段節目馬上揭曉 達龍 地藝咖啡館 蝕鑽雅 動作花藝 我們 mileage 白金 吃回 不動作 那結束 很多醫生 快樂 三個月 今天是我們的花藝室的一顆 我們要去淋個廉寶 那這也是我的處女座 我第一次做這個所謂的乾燥花 那要跟老師來好好地學習一下 但是 這個人一定要有這個所謂的天分 那再放眼望過去 我知道它是蠻天心 對不對 對 蠻天心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QQ草 QQ草啊 那是從我從日本帶回來的 這個要從日本帶回來 台灣沒有 台灣目前沒有看到 它真的很QQ耶 對 很可愛耶 然後呢 這個呢 這個是卡斯比亞 卡斯比亞 這是台灣原生就有的 OK 也是…我覺得它也是有 它自己的一個味道在那裡 然後再來的話這個紫色的呢 這個紫色是星辰 星辰 都好美喔 這些名字 然後再來這個呢 這個白色的是法國小白莓 很可愛耶 那這個也是剛才我們一起的 然後這一個是什麼 這個是小櫻樹果 那它也叫雲美人 那這個是小玫瑰囉 對 這個是迷你玫瑰 OK 很漂亮耶 所以像這樣子的話 老師會特別教導學生 要怎麼去擺這個小禮盒嗎 會 這是什麼啊 這是一種胎草 叫做Moss 其實我們一般這個 養在水族箱裡頭是綠色的 但是它原本的顏色 應該是白色的 對 這種Moss呢 花魚用的它是產自挪威 那它的顏色就是… 原生的就是白色 挪威什麼都是白的 真的 OK 好舒服喔 我好喜歡摸這個觸感喔 很療癒 好 然後接下來要怎麼做 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下面有墊那個 插花用的海綿 所以我們今天的花會插在上面 插花用的海綿 大家看到沒 好 所以這有特別的遊戲規則嗎 或者是說有特別的順序 還是隨意發揮 沒有特別的順序 但是我們要… 只有一個要注意的是 像我先示範給你看 我們的花材要像這樣子 筆直的 筆直的插進去對不對 可以稍微的有一點點的斜度 這樣子花繳在那個海綿上 才不會打結 這樣喔 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這樣子 細細的剪 細細的剪下來 OK 然後先… 然後把旁邊的一些葉子 對 那插進去的深度 我們大概可以留這樣子 OK 對 所以這樣會不會太長呢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長嗎 對不對 對 我們可以再剪 短一點點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有點斜度喔 好 今天曲老師來示範OK 好 我們來稍微剪一下 所以其實這沒有什麼特別的 說要怎麼擦 或者是怎麼去配色 而是隨自己的心情跟喜歡 對 對不對 沒錯的 花跟花之間要有一點點空間 然後… 為什麼呢 它營造出來的空間感、透視感 會比較平衡 是這樣的 像人跟人之間一樣 要有一點距離 對 要有一點距離 對 不要太急 因為這次應該是要整個花要布滿嗎 我們盡量把它填滿 但是又有一點點空間 是最好的 對 這個非常的抽象 沒錯 對 就是要布滿 但是又要有一點點 這個所謂的空間 這個很抽象 好 但您還在正確的道路上 我還在正確的道路上 沒錯 我還沒有迷路 沒錯 好 可以添加一些綠色的 好的 而且花衣做完一個作品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看出每個人的個性 真的還假的 真的 像我有些學生他們 是做心理輔導跟諮商的 他們就有學習 就是用植物治療 對 花藝的 其實這就跟這個小朋友 有的時候兒童心理學 他們就來看小朋友 他們所運用的一些色彩 甚至於他們的圖像裡頭所呈現 會有一些心理學的因素 對 這個QQ草真的滿可愛的 對 而且它有那個很漂亮的線條感 對 就是比較有自然的波浪感 它不會讓整個就是擦起來太硬 對 很古板的感覺 艾玲首次的作品 迷你乾燥花禮盒 在它隨性又帶點天分下 漂亮的完成了 這個螢幕初體驗的作品 讓花藝設計師李特別的讚賞 好 那我自己一下的註解就是自己開心 然後自己想要把顏色放在哪裡就放在哪裡 我覺得是這種很隨性的心情 那這就是我的美 那當然老師既然開課 他一定有他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說他對於我的人的一個解讀 那請老師可以來說明一下 其實這作品的完整度很高 因為它的顏色是以群組的方式分配 然後也有高低的層次跟那個線條 那線條的延伸 感覺得出來你是很謹慎 但卻又大辣辣的人 嗯 確實是這樣喔 接下來第二個作品是植栽球 利用苔草包覆著多肉植物 跟著李傳授的小技巧 就可以輕鬆完成居家綠藝的創意擺飾了 那我們今天要綁一個植栽球 植栽球 這個聽起來就有一點難度了 OK 好 那還好老師在旁邊 那這要怎樣 這個是我們常看到的 剛剛也有提到的胎草 這是另外一種胎草 好特別好長的 這也是台灣就有嗎 對 新鮮的 然後呢 這是我們的多肉植物 所以這是植對不對 對 這是蕾絲 好 蕾絲 對 好漂亮的名字 那這是什麼 這個是風化木 那我們等一下是要把這些東西 綁在這裡嗎 我們會製作好之後 放在上面它就是一個自然的架式 就是把這個托盆 托盆完之後它就會是這樣子 那我們把它用這個胎草把它包起來 OK 所以會像這樣子 把它包起來 對 把它包起來 那包多少呢 就包滿就是這樣 OK 對 把它包起來 可以多包幾層嗎 可以啊 就是一層哪層 兩層也可以 兩層也可以 對 好 它就會下面會比較穩 對 也會看起來好像有一個草地在底下一樣 沒錯 那多的我們可以把它稍微的剝掉 剝掉這邊 OK 好 然後這個是棉線 然後我們會使用棉線 讓它像這樣子 纏繞 這樣子把它綁緊 然後下面也要 對 就像這樣子纏繞 對 最後我們會用剪刀把它剪掉 然後這個棉線 我們再把它往上面卡 卡住就可以 OK 這是一個小球 好 你可以看到這就是一個小球 很可愛吧 然後呢 我們要怎麼放上去呢 然後呢 我們可以稍微的把它 放在上面 它就會固定 它就會像這樣 好特別喔 好 再來是第二個 第二個 對 那在拖盆的時候 我們可以稍微的擠壓一下 這個塑膠盆 那就比較好脫 好 OK 再把它打開 愛玲在莉的指導下 輕鬆完成了多肉植物 和蕾絲絕兩個植栽球 電視機前的觀眾們 手作畫異刻 是不是很簡單又療癒呢 因為這個蕾絲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們把它擺在旁邊 所以完了 這樣子可以吧 可以啊 OK 好 那平常如果我們浇水的話 就噴水就可以了嗎 沒錯 噴濕就可以了 真的很療癒耶 所以其實你看 簡簡單單也很療癒 也不用花很長的時間 但是我們今天就完成了兩個作品 所以相信很多的朋友 可能一個下午來喝個下午茶啦 然後呢 自己也可以做幾個小作品 帶回家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不錯的 我想也讓自己在 壓力的都市生活當中 可以釋放自己的壓力 然後跳脫自己的所謂的緊繃心情 好 所以今天呢 我們謝謝老師 那我們希望大家有這個機會的話 也可以來花藝這個課程 花藝社來這個走一遭 然後同時來到黑院呢 你也可以找到不一樣的故事